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花莲墙镇造成云门翠堤大楼倒塌,入住漂亮旅店201室的四大一小中国旅客被买,据悉这几名中客当晚原定入住位于七星潭的民宿,没想到先是在墾丁前往花莲的途中发生车祸,后又因故改投漂亮旅店,最终不幸遇上死结。 媒体报道,云门翠堤大楼二楼为漂亮生活旅店,其中201房租有中国籍一家三代五口,包括丁文昌和凤华夫妇及女儿丁首会,女婿杨洁,还有12岁的外孙杨浩然,他们一行人5日近午从墾丁达城小八前往花莲,中途却在南回公路遇上车祸,行程因而受阻约一小时。 负责处理车祸的屏东县方要分局草浦派出所原警表示,由于南回公路施工车辆回堵,在有五名中客的小八市不顺追撞前方大货车,索性并未造成人员受伤。 该名警员指出车祸发生于五日中午12点20分,五名中客的行程因而耽搁约一小时,直到下午一点多才有小八的租赁公司令派车辆在他们前往花莲。 据悉,这五名中客随后一路参观三间台八仙洞及北回归县后,当晚原定制七星潭的民宿下塌,但由于该间民宿与火车站的距离太远,他们最终决定改投漂亮旅店,而监视器画面稍早曝光。 只见五人拖着行李相步向漂亮旅店,没想到恐就此成为他们的最后身影。